各位观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 近日有一对四六岁的夫妻前后在医院过病里确认 一起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可是大家都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夫妻两人会共同得肝癌呢 经过医生了解得知 这是因为这对夫妻是工地的工人白天繁忙 常常来不及做饭菜吃又舍不得吃外面的外卖 所以头天晚上都是做好第二天的饭菜的 天天日死已经持续了十年 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吵过了 当天吃不完第二天继续吃 或者有些人就是选择多做一点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去办公室热一下就吃 可是大家不知道 隔夜菜吃了以后肯定会造成中毒 或者是呕吐心的一些症状发生的 而且隔夜茶是很容易导致肝癌的 隔夜菜并不单止放了一页的菜 放置时间超过80个小时就应该算隔夜了 而导致食物中有毒成分增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食物中的化学物质产生了致癌污 如亚消酸盐 即使加热也不能去除 第二是因为在放置时受到了外来细菌的二次污染 四种隔夜菜比毒药还狠 银耳蘑菇 不论是野生的 还是人工栽培的银耳 蘑菇等都容易残留很多硝酸盐 如果放的时间实在有点久 就只能忍痛扔掉 鸡蛋 很多人都爱吃蛋黄软软的半熟蛋 可是这种蛋杀菌不彻底 再加上鸡蛋营养丰富 格外容易滋生细菌 食用后会发生危险 海鲜 螃蟹 鱼类 虾类等海鲜 隔夜后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 损伤肝 肾功能 绿叶菜 通常精叶类蔬菜削酸盐含量最高 瓜类蔬菜稍低 根精类和花菜类居中 除了这些隔夜菜之外 还有就是不恰当使用筷子也很容易导致肝癌 用洗洁精洗筷子非常容易破坏筷子表皮 使表面变得粗糙 产生许多细小的凹槽 或者裂纹 尤其是木筷子和竹筷子 这些破损加上潮湿水分会滋生众多微生物及霉菌 其中就会滋生黄麒素 这也是世界公认的肝癌制病毒素 长期使用这种微生物霉菌高的筷子 轻折可导致腹泻呕吐等消化系统疾病 严重的可诱发肝癌 通过上面的介绍 我们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了 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 还是尽量少吃一些隔夜菜 就像一些蔬菜之类的 尽量的还是不要到第二天 除此之外肝好不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推荐两个办法 帮助养肝排毒 一闲来无事多拍打肝精 护肝更健康 从脚踝处有效往上拍打 也就是拍打我们的小腿内侧面 这样也能把皮筋拍打到 肝精也能拍打到 一天拍打一二次 每次拍打三十五十次即可 坚持做的话可以疏肝理气 保养肝脏 效果很不错 二常喝通化丁香红叶茶排毒 养肝丁香 花叶含丁香油 其中主要为丁香油分 又含柔制 其敦果酸等 以花大油足 花叶以嫩绿者为家 主要用于泡茶或者入药 其药里作用胃养肝消炎 健胃趋风 温中壮阳 下气祥腻 而研究发现 发酵过的通化冰箱红叶茶 可以改善脂肪肝 酒精肝 降低转氨酶 修复肝损伤 结酒等保肝护肝 日常保健作用 效果好 安全性高 所含的茶多能吸附重金属和生物碱 并沉淀分解 具有清肝养肝的作用 恢复肝脏正常的排毒功能 将体内堆积的药毒 酒毒等及时排出体外的功效 通化出品的丁香红叶茶为最佳 因为通化靠近长白山 靠近丁香的原料产地 也盛产各类名贵中药材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中药之香 所以丁香红叶茶通化的最佳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